插播一下侯明浩以前觉得最帅的自拍方式 虽然我的粉丝都喜欢各种这样的迷之角度 但我觉得这样永远是最好看的 那个这点不接受反驳啊这一点 我一直认为就是这是最帅的 就是放在这儿这一定是最帅的 不用注意 我看我就他们不喜欢这样 但我还是认为这是最帅的 确实不熟的时候 他的角度还是 哪怕杀星之后和男生的合照 也是角度向下 可后来对周也就是 在遇到周也之前他说 我要拍他我怕他跟我分手 对我拍的技巧不是特别好 自拍吧两个人自拍会比较好 我比较喜欢酷一点的自拍了就两个人一起这样 我不懂啊可能我的审美跟女生的审美不太一样 就是你懂吧我觉得就是我这样会 好看一点的对吧 但是你现在就认为是这样 那女生认为是这样 然后有没有 就是这个东西大家没跟神的不一样 我要拍他 我拍他跟我分手 我拍照技巧不是特别好 没关系 你的拍照技术会未来变好 后面那个小 那个盆栽还挺可爱的 可以拿走吗 好好吃小蒙鸡 对啊 这是我们戏的这个周边 这个盆栽就不见了 当然也有可能是放在桌子上的 但是根据这个活动 我理解的是先有粉丝点歌他在唱的 活动写的6月9号到6月15号 那就是说这个盆栽从517之后 就一直不在原来的位置了 如果不是真的送给野子了 那就只能说这个想把他放在眼前 随时都能看到的地方 无论如何都很好喝 纯爱战神应声倒闭 说完猴子歌 我们来说野子 野子的收官小作文 第二张图是这个 刚好这一天有不少物料 我们一起集中看一下 暂停科普一下 护星开机在8月 杀星在12月 从工作人员的短秀可以判断 这是拍摄前期 他应该没看到吧 看到了 今天早上看到 我的想法就是 我也想要一个白发的造型 那你得有一个伤害你的 其实我完全可以 但他们不同意 孝子根本不如姐开始胡说八道 三二一 你连你的袖子都不敢拿下去了 重新 三二一 直接认输了 为什么呀 为什么不熟的时候最是不了 熟了之后反而就可以 最后再说一个硬核 我觉得他们的合照应该不止这一张 但书官小作文也只发了这一张 而刚好这一段剧情对应的是 你以后若是想对我好 不用藏着掖哦 不要藏着掖这 所以就往后余生哦 叫万一舍睡我 非我 无语我 应变之后 总有 虚并的 清空 如果我们 积极 怎 isse 结局 要不动 别再生无归者粉红